起劍團體首日賽程 在今天8號登場 台灣體大首面團體獎牌 由公開女子頓見選手唐紫晴、張曼麗、林慧銘 以及呂仁選衛冕成功完成二連霸 很開心可以在大學最後一年完成二連霸 然後又達成這次印象的目標 很開心 中間一路追平的時候有可能就是小亂流這樣子 然後調整一下型態然後繼續慢慢一點點打回來這樣子 打得有點太急太快 後來有稍微調整放慢一點就打得比較清楚 接著公開男子銳見團體賽開打 台灣體大則派出張生柚、李玉成 以及六日在公開男子銳見金牌得主吳俊銘 同牌得主柳七紅的陣容 四強賽中選手張生柚不勝受傷 棄賽念頭萌生 與教練討論後決定不留遺憾 放手一搏闖進金牌戰 拿下金牌 因為面對的陣修哥大 我們其實是蠻有信心的 但是沒想到我們會打到這麼的交錯 所以我們蠻小心的 這次能得冠軍是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已經三連霸了 就蠻難得的 然後每一屆都跟不同的隊友 組隊我覺得也是一個 每一屆都要重新再跟我的隊友們 練默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有趣味的一個比賽 明日即將到賽程的尾聲 台灣體大將出戰公開男子銳見 公開女子軍刀 公開女子銳見 以及一般女子軍刀 記者 陳英琦 陳語謙 桃園報導